因为我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其实我笑比不笑要好看 但是我又不喜欢笑 所以就可能拍出来又没有那么好看 因为我之前朋友 或者是初次见面的一些人会说 你的长相 因为我之前是长发 说你的长相和你声音完全不匹配 你应该是小甜美 小清新的类型 为什么要 后来我就剪了 我会觉得长发好看 但是没个性 不酷 但短发久了又觉得短发很酷 不行不好看了 不甜美了 因为这次创作的歌曲压力大吗 我三天写了四首歌 然后选了两首 还有一首歌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是想留在后面再展现 那首歌是很难 有各种技巧转换 我希望那个在后面再出现 然后想这首是稍微迎合大众一点 结果写着写着我发现 其实我给乐队老师编曲的戴摸是很小众的 是乐队老师帮我往大众方面拽了一点 其实我这个写着写着就又小众了 连接高票数唱赢唐翰肖之后 俩人见面会有尴尬感吗 我都没有敢跟他提这件事情 刚才我和他见面就有点尴尬 我说 说个我扔着衣服的 然后尴尬 等我看吓唐翰肖的 你们这次要是 可是那个 你能打算贴力 我还能的 不知道 许多 Hyper